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坤,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咱们来看一下第一局文聘在手,那个暴局里面享有 那么潮丕主公啊,我们这个地方三号位啊 前位一个反对选择了鲁树 鲁树的话,这个在潮丕局防御端压力很大 防御端压力很大,咱们看一下这一局怎样 好的,主公直接对这个贴主的张飞进行限制啊 这个没有问题,免得了张飞哈哈跑跑 把他给抛残了,对不对 好的,这个哥哥爱弟弟啊,最真挚的感情 所以说送了两张草花,人家最多只能送两张牌 就给你送了两张,对不对,多么真挚的感情 那么张飞的话,果然是一个大反贼 这个地方我们希望张飞打到最少或者最少之一啊 那没字了,潮丕最少,那我们可能第一回合要摆本了吗 那我们直接忙地忙啊 忙地忙的时候你这个潮汁还强行捉死一次 这鲁树换牌有潮汁在你捡我们鲁树的牌那你连同你捡的牌一起掉过去了 并且我们还不用因为你牌多了,我们再额外再起牌 那你这就纯属就是给张飞多一张草花啊,还是一张沙,人家还有咆哮,你捉大石啊 当然这个地方啊,鲁树的防御端的压力非常大 但这个地方有新武将文聘啊,文聘什么技能呢 当一名其他角色成为沙或者黑颜色的几张牌的目标时 若该角色的体力只小于你,且此牌的目标为一,要求挺多的啊 这个时候你可以弃这一张牌,比如说刚刚曹子杀我们,对不对,你文聘四写,鲁树三写,满足鲁树小于文聘的体力 且这个杀的目标只有我们鲁树一个人啊,正满足的啊,都满足的,文聘就可以正位 正位啥意思呢,文聘弃一张牌,并且二选一,第一将选项摸一张牌,然后将此杀或者黑颜色的几张转移给你 也就是说,如果选一的话,文聘就可以摸一张牌,然后这个杀就不是杀鲁树的,就相当于杀文聘了 当然,选项二,令此杀或者黑颜色类锦囊无效,就是令曹子的那个杀没效 那么不管你酒杀还是什么呢,你杀都无效了,你喝酒有什么卵用,对不对 杀都直接给你震住了,杀都直接给你震住了 那么令此杀或黑颜色类锦囊无效的同时,这一张杀或者黑颜色锦囊不会消失 只会暂时置于使用者的武将牌,到回合结束的时候,使用者还可以获得 也就是说曹子手上其实是有一张杀的 当时他杀我的那位,他震回去了,其实相当于曹子,还是在曹子的手上 那么放蓝蛮的时候都不能震卫啊,震卫的条件 第一,是只能震卫类型是杀或者黑颜色类锦囊 第二,被震卫的人,比如说你要保护鲁树 那么鲁树的起义要小于文聘 第三,这个牌的目标只能是一个,比如说曹子刚刚的杀 曹子的难满,你就不能震卫 第四,就是文聘弃一张牌,然后二选一了啊 那个,有鲁树在,九杀无效,这个文聘的价值瞬间爆表啊 如果说鲁树被九杀命中,那可是一个损兵折将的过程啊 损失非常之大,那么这一局的话,文聘作为新武将 他保护到了自己所保护的人,他价值就发挥了啊 价值就发挥了,你文聘本来就是一个保镖,你知道吧 有保镖属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敢这么大手笔的 把曹子的牌给他逮掉,你难道不怕曹子的九杀 我们吃桃子就不能被震卫了,要求震卫的时候 要求我,比如说我们想被震卫,我们体力要小于文聘 所以我们吃桃子就不能被震卫了 然后你是吧,换一手,这个人不疯狂往少年 是吧,反正有震卫,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排有无核 对不对,你朝起行商道的菊花刀,我就算你添过 你抱我们的菊花,还真添过啊 你抱呀,你抱抱看,你抱一一抱,你试试看 太敢来犯,定将要你无共而返 你如果去抱张飞,你就抱中了啊 新武将的技能不熟,抱张飞你就抱中了啊 因为张飞的话,限定戏已经发动过了 张飞的体力不小于文聘,必须小于啊 等于都不行,必须小于 你将他你是不能保护张飞的啊 那么做文聘作为新武将,这也只能无竅 最主要的作用,了解新武将的地位 了解新武将的技能啊,以及他的定位 他定位就是保护那个别人,保护别人啊 保护的人越重要,你价值越高 怎么个保护华,别人成为,不能保护自己啊 正位一定是其他角色,其他角色成为杀或者黑炎 这个紧张目高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的体力少于你 并且这个牌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文聘可以弃一张牌进行正位 那么这局把鲁树保护的好好的啊 也同时由于有他的存在 我们敢鲁树敢大手笔的进行地盟 不怕自己的防御这个降的不行 对不对,你一般情况大手笔的地盟 我们袍子也不要了,这个杀也不留了 直接一个九杀你就废了 但是由于有他在,敢大手笔的进行那个地盟啊 好的,那么这局的话,咱们是一个大主攻选择了高迪斯路 那么借高迪斯啊,跟鲁树有很强的配合 这局鲁树又贴着我们 不知道能不能配合啊 还是希望鲁树 阴切的希望鲁树是一个大中的啊 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够够合 那么黄盖的话,中反都能干 中反都能干 当反的直接啪啪啪输出 当中神也是啪啪啪输出 所以都能干的啊 那么这个地方蔡文姬非常之诡异啊 不给自己背歌也不给我们背歌 反正 那么这个时候乐我们的话 如果说考虑谦逊的配合的话 这个地方只有一张牌啊 也配合不了太多 也配合不了太多 应该来讲是跳一个反贼的啊 跳一个反贼 反,没有骑奔在此了 如果说拼输了啊 你就不要说你有八卦可以闹闹闹了啊 无视防具 还好他没拼赢 他如果拼赢了那都不得了啊 这八卦都不能用 神配合 那神配合 这个地方是不是再立即配合 地盟你知道吗 浩斯是给我们了半天 先配合地盟 你看这 瞬间 哎又启动排队 这六六六了啊 六六六了 非常之六 可以说 黑桃 没有黑桃有所谓啊 那么反正我们连我们的 不要担心自己空虚啊 打完了以后 还有十张千讯牌的 所以说鲁术路神神配合 就是这么说的啊 就这么说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生生不息 远远不绝 小泪自觉跳 小泪自觉跳 这主公一会还要捏十张牌的啊 你不要以为就这么手伤的这几张牌 当然由于一排很连营 最开始的时候 是从一排开始的 一排也很小啊 你看这过了多少张牌 过了多少张牌 给你打死打残 打不死的 我这就跟这变法系一样 跟变魔术一样 瞬间出十张牌 你怕不怕 我就问你 怕不怕 对不对 我就问你怕不怕 怕 那你肯定怕呀 你能不怕吗 你这个地方即使搞鲁树 你也别想搞死他 对不对 咱这个地方还手握 1234 1234 4 Pitch 桃子啊 Pitch P-I-T-C-H 如果这个地方鲁树 再配合一个锦 比如说 这个角头 当然能收人的就是 假设 就这种过餐代过 又浪起来 又浪起来 配合很强的 并且鲁树在主攻旁边 本身就相当于主攻 给他提供省价仪 他就可以尽情的去发挥 你看你就说 鲁树多活几轮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不知道是什么概念 知道吗 这个地方最后留四张手牌 战军威 四张桃子啊 不跟你说四张手牌 四张桃子 藤花顺 不是藤花顺啊 藤花顺 再斩军威 四个桃子都跟你闹着玩的 并且是藤花顺 并且是铜色的啊 都是红桃 你想怎么玩 就怎么玩 想怎么闹 就怎么闹 想怎么斩军威 就怎么斩军威 好的 这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烧泪楼 既然我们是一个烧泪的话 就别想着那个楼 就是再想着跟对儿闹了 当然啊 我们作为一个太后 真的是有些时候 自己跟自己闹啊 只要搞死了人 大气乱三张牌 如果是毒死的是反贼 那还有反贼的三张牌 有些时候回合外 迅速脸牌啊 当然如果能遇到贵人 就更好 比如说巡忧这一种 他如果开A 打全平的话 就可能倒置大范围的人残去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太后收割的时候啊 就是我们太后收割的时候 好的 国泰的话 跳一个大反贼 好 那么巡忧跳中了以后 就喜欢开A了啊 就很喜欢他开A 这才是真A啊 有人还说明带个骑笨的 骑笨又一个A 那这样的话 你猜得多人残了 对吧 不死也残 即使不残 也为残做奠定基础嘛 对不对 你耗了这么多闪 你为后续残不奠定基础了 总之就是 这就是贵人了 绝对是贵人级别的啊 内奸的话 很喜欢这种忠诚 他回合外又没有防御 动不动裸菊花 对不对 闪就又愿意打 他又能打工 很好啊 这地方酒杀的打工啊 我们还是把他给救了 然后自己把他堵死 对 这个救的好啊 救的好 心态还把国太也救了 希望你不要出酒 不要出酒 不要出酒 六排到手啊 如果说三排到手的话 那么神男男嘛 神男男啊 神男男啊 神男男 这个地方太后 不是太后啊 国太他死了以后 是为我们回合内杀死的人 到时候可以欺乱三张牌的 这个反贴的三张牌 就直接立即拿到手 我们就希望搞大范围的伤害啊 这个地方 好吧 直接贪官女的牌 方便回合外多摸牌啊 回合外多摸牌 这样的话 回合外摸六排的话 当然啊 其实摸牌的时机不是回合外啊 是我们自己的回合结束后 那也算我们的回合外了 回合已经结束了 我们自己的回合已经结束了 算回合外了 当然张星彩的回合也还没开始 是那么一个节点 摸的六张牌 好吧 你放权 寻用寻用 我堵死他 堵死他 我拿牌 不堵得死 我拿牌 堵不死 你给我去开A 这就是你的作用 对不对 打工啊 真开A 那我就非常非常 散克散克你 对不对 哦 还有放权 还有自己的回合 那么就传说中的 我堵不死你一次 我堵死你两次 所以这小贩放权 他绝对是害了他 相当于你得两次 都有酒团的才能活 那么这样你来的话 又压下一个血线 那么 哼 一错 就错在了 都是女人相互嫉妒呀 你是女人 我们也是女人呐 那能让你留着跟我们在争那个 对不对 这个一三不容两个漂亮的女人呢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的 你放权他也不怕 我独的就是他 对不对 那有点伤 好吧 那就乐了 留三张牌 只要他没有酒团 一切都好说 那么这个地方 太后跟小贩单挑了 这个地方需要普及一个基本概念 放权 看清楚 放权 你可以跳过出牌阶段 如果说我们毒人啊 我们刺毒在什么时机 你知道吗 刺毒的时机在哪 你知道吗 就在出牌阶段开始 如果小贩 跳过出牌阶段 我们就不能吃酒了啊 好的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小贩的话 他脱管了 他如果不脱管 他这个地方可以放权的 可以放权的 就可以不被吃酒了 并且放权 如果你后续 你不弃牌 不止定人 你可以空放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 空放权就体现出作用了 你像你这个地方 明的没有酒桃 你如果不放权 就必死无余 你放权 并且不弃牌 不止定太后 太后又多不了额外的回合 你可以免于被吃酒之苦 留位当伞 如果下一回合 裸摸到了酒桃 你说的就有翻身的机会了 太后也缠了 这相当于基本概念不清晰啊 平时不注意这些基本概念 到用到的时候用不到了 如果你是小派 你跟太后单挑的时候 如果是吧 哪一天你不想被吃毒 你就放权 你可以放权 当然你要求放权 要跳过出牌阶段 你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牌要出 必要的时候又没得啥牌出 你就跳过自己出牌阶段 不要被吃酒 刚刚小派就可以不用死了 直接是吧 强行跳过出牌阶段 然后那个时候又不弃一张牌 不止定太后 知道吧 他就不用被赤酒了 赤酒的时机是出牌阶段开始时 小派都出牌阶段都跳过了 哪有出牌阶段开始时 所以说没送伞 但是送了一张酒 就跳中了 跳中了 那么这是一个大反贼 我们表输登科大内奸 号称登科大内奸 那么这个 这么多伤害 然后不针对曹丕 也不针对 反正就针对这么黄盖了 好吧 不管他 金香之地再说 摸了五张牌 那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来讲 额外纯三牌 也说只有三个势力 数一数好像真只有 魏无群 魏无群 并且吴国还只有黄盖一个好像 哎呀妈呀 黄盖你别死得太早了 你死得太早 我们也不好玩的 我们也不好玩的 好的 那么希望不要死太早 希望不要死太早 那么先不管啊 先观察一下局势 先蹲到这儿 观察一下局势 登科嘛 蹲到这儿就是了 好的 曹丕啊 有曹严的保护 一时半会儿不虚的 一时半会儿不虚的 内奸的话 该登科登科 对不对 有机遇就最好 这个地方自己有一斤 有一个连弩 对不对 然后也有属性杀 那么这个地方 假许如果先乱的话 黄盖作为一张灵酒 假许如果先乱的话 黄盖吃酒肉 可以摸三张牌 就不一定搞得死黄盖了 所以说假许放弃人头 一定搞死他 知道吧 如果先乱的话 黄盖可以诈详 摸三张牌 给你提醒一下 他为什么没拿人头 好的 人登科就登科 作为一个大内建议 是吧 登科登出快乐 登出幸福 哎呀 最大点都没拼音 当然也不可能 说桃子就是最重要的 颜卢 属性杀都是重要的 对内建来讲 那么这个地方 两中被残院了 已经残了你啊 已经残了你啊 那也说后续的话 一险没有技能 倒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你被残了 就不能自于心于疾 如果曹丕再被残 我们再被残 那就他想怎么闹 就怎么闹了 还好我们内建 目前还没被残 那么假许的话 不死也是被残院了 不死也是被残院了 没有帷幕了 当然他现在也没有装备 那么我们啊 这个地方 按内建来讲的话 要登科可以登科 如果杀人的话 杀死一个忠诚 也说得过去 这个地方建议登科 因为黄盖死了以后 只能摸两张牌了 只能摸两张牌 挺讨厌的 但是也还不错啊 局势任由他们发展 是不是啊 三个主中方 三个反对方 任由他们去弄 对不对 局势进一步简化 说不定我们内建 就出来收割 对不对 你比如说摸一个铁锁 抱菊花呀 比如说挂连弩 突突突呀 我们要杀也是有杀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啊 甚至你这个借刀 都能借假许的 一血是没有技能的啊 一血是没有技能的 一定要记清楚 好的 主攻的安全暂时不愁 反贼的话 太难控场的 嗯 也没有啊 也没有 如果说要有的话 也有 比如说流血 你杀他的时候 他天命死不了 朝职翻来覆去 对不对 都有 这个铁锁的爽死了 爽死了 真心爽死了 真心爽死了 搞死了一个反贼 然后把朝昂 这个时候废掉了 我们待打他的时候 他不能慷慨了 这个时候 你看到没有 爆他菊花 你一般情况 哪有那么容易爆他菊花 这就是传说中的 趁你病要你命啊 然后这个时候 也确实该控忠诚了呀 该控忠诚了 对不对 你进一步死了一个反贼 然后剩下的反贼也不是太状态太好 进一步该控忠诚的时候 你正好 是吧 朝昂残怨 那也就是说 你鱼籍 这个三个残怨 会不会说完美的替内奸打工呀 会不会完美的是替内奸打工的一个过程呀 不得而知 我们不知道 后续的话 是吧 我们这有一张红纱 只有一张红纱 然后如果压下了 不用了 我说如果压下了朝廷的血 压下了贾许的血线 就不愁他的帷目妨碍 我们搞不死他了 那么这个地方 期待一下 神万劫 打贾许呀 我这个地方就关注贾许 你流血的话 我甚至直接捞你 就直接捞 不叫甚至直接捞 你说明的难难 明的觉得 我肯定捞你自己拉人头的 那传说中的我们起来收割了 那么这个地方 我不得不说 真的得赛克赛克鱼籍了 我没说空话 说虚话 我们是真心的感谢他 你看 难难如清 打死假许不是梦呀 报朝昂的菊花不是梦呀 你说是不是吗 不然不能行伤了 打死这个地方 如果设死了朝子 他正好不能行伤 要说你 这个鱼籍 真的是完美打工 对内奸来讲 他完美打工 来 再搞一个 死了死 不能行伤的 不害怕 朝皮行伤 因为我们不好决斗 对不对 不怕 这个地方直接挂掉了 完美打工 他残怨了三个祖宗类 都是后期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保祖宗 也不需要忠诚来保祖宗的时候 替我们打的一手好供 打的一手好供 散克他 散克散克他 好的 在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远卫大忠诚选择的丁凤 像丁凤这种忠诚啊 要说输出也有 要说脆皮防御也有 在刘备局的话 我们有一种什么特点呢 要求第二 你刘备给我一张杀就行了 对吧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 你比如说你忠诚就完全不需要防御 不需要刘备给你闪嘛 也不是 但我们主要要求容易满足 刘备你给我一张杀 我帮你输出 对吧 主要要求容易满足 所以说看一下在局在刘备局有什么发挥啊 对 无蟹 什么的 鹿神匠跳反对开五五 鹿抢连弩 那么我们的话 拿一张 那个 其实拿刀无蟹或者桃子都比较直强啊 他这个地方拿了桃子 毕竟桃子是爹桃子是妈 嘿嘿 拿了一个桃 好吧 拿桃就拿桃吧 好的 鹿神匠拿了连弩 但是直接中止了 直接中止了 那么这一而再也再而三的是吧 都搞主攻了 那么 借刀哈人 好吧 没借到 没借到的话 这个地方给我拉过来 一刀二 当然啊 这个地方你先杀谁额外谁都是一二的啊 他俩距离都是一 你先杀谁额外谁都是一样 并且都是先结算那种路神 哪怕你杀马叔额外路神 或者是杀路神额外马叔 都是先结算路神一样 系统不管你这么多 他只管你 只管你啥 他俩同时成为武器 和当前回合 他俩同时成为武器 当前回合人是我们丁峰 他系统执任他俩同时成为武器 所以先结算他 好的 这是一个凡贼 这也是一个凡贼 那么路神一样的最后一张牌已经不是闪了 我害怕他是一张杀到时候这个启动牌被把主攻直接干散了 这点风险是很大的啊 毕竟路神强者嘛 咱出于对强者的尊重 是吧 所以才那个真实的抱住他的强度 抱住我们的担忧 这都是正常的啊 连路掉了就好一点啊 连路掉了就好一点啊 唯贤唯德 能乎于人 以德乎于人 雷亚 九杀的话绝对是九双杀啊 这一点是肯定的 绝对是九双杀 三 好吧 张松的话 不死的话也不怕他不死啊 你再远了 他给你拉过来 哦 马车被马点拿走咯 拿走咯 好的 这个两个人都在旁边都不想拉人了 都不想拉人了 那么 哎呀 真马点的八卦一直出黑真心 到微妙者成一击 可以转圆到玄妙 就亡人存以安得其法 则内奸提前控我们了 来留备一个神男男 当然啊 即使马点不死的话 百费用于裁写比较多啊 所以说内奸提前控我们 是鼓励之举啊 你不要你自己是忠敬 你不要说内奸杀你啊 不要这样的 战典攻击正义的角度啊 他该杀你是应该的 短兵清甲 哎呀没命中 绝对不能一绝 绝对不能一绝 一刹二没命中 如果命中的话 收一个人头那就爽歪歪了啊 那么桃子一定要吃了啊 这个时候你留位他那个桃子 他不需要的啊 他满状态 他不需要 哎呀 直接一刹二都不用拉人 直接一刹二 看到没有 你先杀的路神额外的技工 他也是先结算技工啊 这一点一定要清楚 知道online是咋结算的 你结算原则是什么 一定要清楚啊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一张活杀就完美了 属性杀也不错 这个地方啊 经验错误啊 不是经验错误 是观察不仔细啊 主攻在斜头上 你杀什么路神将呢 杀主攻呢 对不对 你说要拉人呢 拉什么拉 有副意吗 他根本不需要拉人 不拉人直接免费杀主攻啊 免费杀主攻 对不对 双杀 当然你甚至你双杀也没必要呀 是吧 你什么双杀 技工有什么用啊 杀技工没用的 杀主攻啊 主攻在斜头上 该利用的时候就要利用一下 这个地方又有属性杀了 我看你记不记得 当然 这个地方 火杀的话 那就直接杀主攻 额外路神 再追杀 路神出闪了 就追杀 如果不出闪 挨两个火杀 其实是挨了一个火杀 有一个是火属性伤害 被缓过去了 就没搞死 差一点搞死了神将 搞死一个神将 狙攻自尾他 为什么 神将多么强的敌人啊 能搞死他 怎么可能不狙攻自尾 对不对 那么 中将关 短刀出将 这个地方就一定要带上技工了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路神 很可能死掉 他如果死掉的话 我们来三张牌 那就不知道有没有用了 对不对 再来额外的输出 那不就有用了吗 平时的话 你杀技工不一定有用 但当时觉得 哎呦嘛 连主又跑他那去了 还好他终止了 这一局啊 路神如果 如果给力的话 我们打得赢了 打不约 虚如星星向北 别所连环 哎呀妈呀 这个闪电如果朝这个 是吧 给主攻打无限 然后闪电披露成 技工的散犯很美啊 那如果打死了 闪电就消失了啊 那这个好 闪电消失了啊 免得心里悬的话 那么五谷风灯的话 二打一是可以开的啊 直接拿顺着载严 没有杀就没有杀啊 没有杀刘备有杀嘛 你这回合拿杀也没用 是不是 拿顺着载严 然后杀闪 我过这一节再说 你不要说技工的防御破不了 你慢慢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相当于我们基本上过四排啊 包括刘备有些都是无私的给我们 他自己不需要防御 他无险他防个啥呢 对不对 你技工你现在也没有续棒 主攻是足够的啊 足够的 我和猜桥差一点点 为什么差一点点 我们有菊花刀 你知道吗 再搞一个就可以暴鱼了 命迹元氏 一星向白 哎呀妈呀 这下打出了 这些牌啊 刘备其实虽说 表面上看出了很多的贡献啊 其实挺浪的 浪过盆了 为什么 你火攻南蛮这种牌 完全可以给我们了 对不对 我们命中率不比你要高啊 并且我们如果再摸紧了啊 就更容易命中了 终究菊花还是发挥了好评 然后多次双杀啊 这局还是发挥比较稳定的 当然也得益于有主攻的包养 或者是各种天然的环境 比如说有副衣马 或者说自己的位置不错啊 各种因素都有啊 综合来讲 还是把这个本身武将的给发挥出来了啊 你再指望他做更大的事 他也不一定做得出来 还是不错的 那么别的就不多说了 只提醒一点 下面的红色字幕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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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